大家好,我是文瑞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印象深刻 他这个帖子一开始就说什么呢 我向富士康下跪道歉 为什么呢 然后内容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他说什么 以前总觉得富士康是黑厂 直到今天去了中国人的私人的工厂 然后早上是6点50上班 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 这一共前后是17个小时10分钟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时间和后面还有对比 我这一会再给大家展开说 然后他就说在这个工厂里面 他这个感觉就在这期间 工作期间 不能私自上厕所 就算憋不住 他这个话说的让我印象深刻 就算憋不住 也只能拉裤裆里 然后而且他说富士康 富士康不是 他说富士康是每隔两个小时 就有10分钟休矣时间 还有额外的西安区 明显就感觉到差别 其实在中国很多私人的工厂 就是很多很恶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就刚才提到的 就是其实都不算啥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说什么 他说他有一个操作 可能是很热 需要戴一个手套 然后在他去的中国人的工厂里面 就也不给你发手套 你得自己花钱买 然后但是在富士康的话 他说都是给发手套 然后你要不换手套 他还会说你 就是很注重你的安全 很注重你的健康 富士康这边 但是中国的私人企业 就不管这些 然后还说工资 工资这是很关键的 就是他中国的私人的小厂 工资一个月4500 富士康每天10个小时 一样是4500 大家听好了 同样是4500 这差距很大 在中国人的小厂里面 他是工作17个小时10分钟 但是富士康是工作10个小时 他们工资是一样的 其实如果你在富士康 你要是工作到17小时10分钟 等于说加班加了7个多小时 你这个工资可能就是翻倍 9000甚至超过1万的 因为你加班的费用是会两倍 甚至三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整体收入是 差距是两倍以上 就是一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规模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差距非常大 然后说另外富士康生病 不花钱厂里给我报销 然后这个小厂连社保都不给我买 这里面有社保 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差距 就是富士康他是很人性化的 就是你有病了 我给你报销 但这个小厂连社保都不给 所以说你看到整个这个差距 是非常大的 然后他就说 他说以前被新闻误导了 都说富士康是血汉工厂 是吧 我发现就是坑自己的 自己人的还是同胞 反而外来的资本家更为仁慈 我错了 不是为了这个吹富士康 真的现实把我打脸了 这个人或许以前可能也是一个小粉红吧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爱国人士 他在这个现实面前 他就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吧 但是呢 可能有的时候也晚了 像外国企业大规模的撤出 对不对 那很多小粉红对吧 很多所谓的爱国企业 扯着脖子喊 对不对 什么三星 什么韩国企业滚出去 什么什么美国企业等等 你看很多很多是这样 但真走了以后的话 那中国人又是一个什么处境 对吧 其实对中国人最差的 就是中国的这些企业 其实以前我在三星电子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很有感触 你知道吗 以前我在中国三星电子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接触很多供应商 都是一些中国的一些小企业 你知道吗 这些供应商的负责人 见到我们的时候 是毕恭毕敬 对不对 好吃好喝好招待 对我们是非常客气的 但是呢 偶尔我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转过脸来 对他们工厂自己的那些中国的那些人 那些下属 那真的是 马上换一张脸 他说话相当的刻薄尖酸 真是那样 我每当我看到那个情况 我心里面就新生一种极度的厌恶 就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当时在三星工作 就是三星里面的这些中国员工 但是我们在一起 就说话都没什么了 他们转过脸来 对那个就是我们那些供应商 小企业 中国企业 非常不客气 甚至人家那小企业的 比如说一些老板的 都是岁数很大的人了 见到就是我们三星 那些中国人的职员 都第三下四的 就那种感觉 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 这种互相欺凌 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对吧 所以说你就说这个状况吧 那怎么办呢 那都很多都是中国人 自己造成的 对不对 一会反美 一会反日 一会反韩的 对不对 到处最后人都走了 然后你就是这个 自己傻眼了 人家在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不好 这么不足 那么不好 对不对 你走到的时候 全剩下中国的企业 他们对你更狠 就是以前 外国企业在的时候 因为他们对员工的条件 比较好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中国的企业 他不敢就是太 做的太差 你做的太差了以后 人家都不带你的企业干了 人家到外国企业去干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其实是 外国企业的存在 其实是抬高了中国企业的 很多员工的这个待遇 一旦这些外国企业都走了 没有对比了 那这些中国企业 就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对不对 当然我不说 所有的中国企业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很多 确实实实是这样 那就是挖酒菜挖到根 对吧 那人矿 就炸人矿 炸到就是 无以复加的这个程度 所以说你说 中国老百姓 这个苦不苦 但是把话又说回来 这话说起来 有点很难听 但是很多中国人 那真的是 你要对他好吧 他反而就是 把你不当回事 他觉得你好欺负 觉得你傻 对不对 觉得你这人没能耐 你对我好 对吧 他反过来 还要欺负欺负你 是吧 你看这很多中国人 到了这个西方 越是民主 越是文明的国家 那好像越这个就是厉害 对不对 那这做的那些动作 说的那些话 真的是很夸张 你要到了一些 像什么俄罗斯等的 这些国家 就老实了 你看中国的很多渔民 对吧 到了台湾的海域 到了韩国的海域 那可厉害了 对不对 那对你这海景 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 是不是 你看到了北韩 对吧 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海域 老老实实的 对不对 这 但我不说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一个样子 给很多时候 给人感觉 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让人感觉到 也真的是挺可悲的 所以说你看在国外 很多人对中国人 那都是敬而远之 甚至是一些 就是说在国外生活久了的 这些华人 可能人家融入到当地生活以后 就基本上就不跟中国人 特别是刚从中国大陆 出来的中国人接触了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当然我说这些话 可能很多中国人 或者是很多人 可能不太爱听 但这确实是这个 很现实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人对中国人更狠 今天还看到一个 这两天还看到一个帖子 就说在越南 就是很多外资进去 然后也有中国企业进去 人家越南人 就很愿意去这些欧美企业 最不愿意去的 就是中国企业 说中国企业 对越南员工太狠了 太苛刻了 然后有些人说 你们也没有 不要提什么意见 这些中国企业在中国 对中国人更苛刻 说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 弹起来像一个笑话 但说的 可能也是这个 现实情况吧 其实很多外资 他到了这个中国去 他带去的 不仅仅是资金 带去的不仅仅是 技术和管理方法 他更把很多很多 文明的东西 都带到中国去了 那外国企业 他再怎么样 他是比中国 很多人的这个企业 他在很多素养方面 是提高 要高很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会给中国 带来这个某种 希望 这些年 就是从韩国企业 就是从萨德 那个事情当时 我就看到 还有中国人 这家 寒打寒杀 一会让这个滚出去 一会让那个滚出去 对不对 最后企业不都走了吗 当时 我就乐天走的时候 乐天把他的一部分 卖给中国的 一个相关企业 那些 待遇一下就下去了 然后乐天 原来在乐天工作 那些人 他们就视为抗议 就表示不满 当时三星 纵宫 从宁波走的时候 也有很多企业 打出这个 有很多人打出横幅 就我爱三星 我要吃饭 等等等等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吧 整体这个状况 就没有办法逆转了 大量的外资 就全都撤去了 撤出去了 最后就只剩下 很多中国企业 对吧 这些中国企业 本来就对中国人挺狠 再加上经济不好 还不赚钱 对吧 没有收入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只能是 对这个中国人更狠 所以说呢 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这些事情吧 我不敢说 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小粉红了 都是这个 所谓的爱国群众 但大家自己也得反思反思 这个事情 中共是很邪恶 中共是很有问题 是不是 很多人的很多做法呢 是不是也促成了 今天这个局面呢 这个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自己去想一下 整体呢 这一集啊 就是这个 说这么多啊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